是本场比赛的解说AMS 大家好 我是解说Fragan 本次比赛将在虎牙 斗鱼 火猫 哔哩哔哩 为大家带来全程精彩赛事呈现 是的 那我们同时也是要感谢特别合作社区 MAX家以及以下合作媒体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对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的是 DPLCDA升降比赛的比赛 将会有三场BO5同开 然后我们主舞台进行的是CDEC 来对着StarLock Fly的比赛 是的 那还有两场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到副舞台 大家可以自行观看一下 对 这个升降级赛呢 今天的三场BO5将会决出三支队伍 直接晋级到正赛 然后剩下的三支队伍呢 将会再打一轮积分赛 然后决出最后一张通往正赛的门票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六进四的比赛 是的 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三场对阵情况 对 首先就是我们主舞台看的这一场是CDEC对阵StarLock Fly CDEC呢 因为其实上赛季成绩比较好 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对手是有挑选权的 是的 他们是选择了StarLock Fly 然后是 SAG 对 SAG 选择了烈火 对 IGV选择了天上星 他就没得选了 对 IGV是没有选择权的 应该说这个升降级赛 这个两个BO5的对决 可能这个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没错 CDEC的话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 非常干净利落的2比0是战胜了老干爹 是的 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证明他们进气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 对 然后SAG的话呢也是2比0战胜了星辰 没错 所以说就是这两支队伍的话已经是能够 躋身于国内一线俱乐部的行列了 然后StarLock Fly 然后包括天狼星和烈火呢 其实打了之前的一个预选赛出来的 那预选赛的队伍呢 肯定是跟CDEC这样的级别是不能比的 就还是会有一些差距在里头吧 但是烈火我看他们近期的表现啊 就感觉这个队伍成长也是比较明显的 对 就他们还是打得非常团队嘛 因为凯文这个选手 他本身就是一个打法比较团队的选手 然后他的那些绝活英雄像维萨基狼人 也是那种中期找那种抱团节奏的英雄 所以说他们昨天也是在最后的关键生死战呢 战胜了自己的兄弟战队海洋 拿到了这个晋级名额 那我们看这个主舞台进行的标舞呢 也是已经开始了 这一局的话 其实对于CDEC来讲 他们这个队伍能玩的英雄 可能就是中路这个上面要针对一下吧 因为其他路去针对也不是很好针对了 我觉得 对但是讲道理CDEC这个刚刚2B0老干爹 打斯达拉克弗赖又是一个BO5 我觉得说实话有点难输好吧 他们状态确实非常好 昨天打那个比赛的时候呢 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感觉CDEC打老干爹的准备做的是非常的充分的 就对于老干爹的一些意图把握的非常清晰 就比如说第二局老干爹选了一个关键 嗯 独狗泡姆 然后四人开悟出门 CDEC仿佛知道一样 五个人站在高坡等他 他们那个确实出门的拿一血还是挺有意思的 应该是拿了一血和二血 对直接让小欲人跟子猫两个人献上就很飞了 是的 那么斯达拉克弗赖呢 打CDEC这种倚弱对强就是要放手一搏吧 就说到CDC跟老年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老对手了 嗯 之前交手过很多次 最终都是CDC输了 对 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吸取了教训 在这个握手四眼铃当中还是握回来了 而且是回敬了一个2比0 是的 不过老干爹也是刚刚放假归来 还在这个恢复当中 也不是一个最好的竞技状态吧 对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局 CDC呢是搬掉了 马尔斯 兽王 火猫 以及人马 针对三号位上的班人还是做的比较多的 对 打萨拉克弗赖呢 很多队伍都是这样去搬的 因为他们这个队伍当中的三号位 烈士路猛男 就是打这种像兽王马尔斯这种进攻型英雄 是玩得比较好的 嗯 所以比较针对他 CDC一选痛苦女王 我发现啊 CDC他们拿女王是很自信的 嗯 而且XM他的女王是已经解锁了第二形态了 哦 那是要那是要打多少场 就是一千个人头吗 大一千个人吗 XM现在好像是天梯第一啊 他的分应该是已经超过那个NASING TO SAY了 对 他们两个都是万分嘛 一个是一一个是第二了 对 然后卡卡现在是排第三 卡卡还在冲吗 哈哈哈哈 我看每天那个IG晚上都会一起打 然后那个Emo就一直在狙击卡卡 就不让卡卡上上一万 我那天去问那个卡卡我说呃怎么就作为辅助 你上分就是其实天梯挺挺难上的 对 我说你有什么小技巧 他跟我说白天不要排晚上去排 他说晚上大腿多一点 对因为他高分辅助的话 白天可能高分大哥不是很多 是的 凤凰 凤凰 得要有个护弹的 点了一手小牛 凤凰牛头 有可能是四五有可能是三四 我觉得更有可能是三四 因为之前 他们打了一盘三号牛头赢了 效果还可以 嗯 那这边要么反手就点一个拉比克 或者是发条这种 对 这两个都是比较好去针对牛头的 他们昨天打那个三号尾的发条技是 其实打的效果也特别不错 哦然而沉默术士 这个点出的 沉默其实还是稍微有点限制凤凰吧 嗯 但是用沉默来针对凤凰还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都是去拿那种 比较容易去打蛋的 对 搬了毒龙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中单女王 嗯 不过龙骑士还在 CDC目前他们这个人员配置呢 也磨合了一段时间 感觉比较适合他们打法的应该就是 345号被打架 然后打出局势之后呢 保双核发育 然后小毛可能还是更多的 私职于一个打架核 然后AME私职于一个刷核 嗯 这个分配是比较合理的 但也是要看情况嘛 嗯 就像昨天那一局 呃 就是小鱼人家那个子猫 嗯 就两个人其实打的都挺凶的 对 这里果然是搬了发条 这边塞拉克还是可以选一手龙骑士的 对线女王比较好打 然后本身体质好也是一个 不太怕沉默术式的英雄 然后如果牛托是三号位的话呢 这一手辅助可以考虑一下神域者其实 活女 活女 这是中单活女吗 嗯 不太好说啊 塞拉克这个阵容选的还是 其实他这样也可以是三四五 对挺奇怪的 主要是他没有选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五号位 在比赛里凤凰也有打五但是比较少 对 最多的还是四号位吗 三号位也有 嗯 塞拉克这个这个选择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目前确定不了他们的位置 但其实说实话这三个英雄 就都不太适合去打五号位 对 而且这三个英雄都比较脆 比较怕这种强冲脸切入的英雄 控制和爆发上面来讲倒是还不错 选了一手小强 去针对一下 我看昨天比赛 CDC这个四号位选手詹姆斯的表现也比较好 他有一局是帕克我印象挺深刻的 对他第一局是帕克第二局是凤凰打得都不错 看一下塞拉克这一手核心 如果这一手选一号位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巨魔战将 觉得还是得拿一个稍微能扎实一点的这种核心 太脆了前三手 要拿一个中期BKB出的比较早 然后有一定冲脸能力的英雄 因为CDC现在也是三个法师 感觉一号位比较好的是巨魔中单比较好的是龙琪 请叶眼帮挑选 破乱军员 中单活女 那就中单活女了 中单活女打女王呢就是手比较长吧 然后消耗能力也比较不错 但是感觉塞拉克这一套阵容好脆啊 是很脆 而且感觉就显得有点飘了 对这CDC点一手狼人把他们四个人都关了 可能牛头稍微的能限制一下 但是其实异也不是很大 因为狼人他成型太快了 狼人三G死灵术的时候 牛头根本就没有 没有什么可能做出跳刀 然后狼人冲脸 这三个远程根本都受不了 霍兰之源 活女凤凰都很怕狼人 看到CD 萨拉克这个阵容 CDC我觉得可以选狼人了 他可以先把自己三号位点出来吗 他们现在是四五号位加中单吗 嗯对 不过其实差不多 因为CDC是两手连点的 三号位 三号位先知 我刚才想蝙蝠 这一局三号位选蝙蝠也不错 选蝙蝠的话呢 就把萨拉克的这个一号位的英雄池再次缩小 我感觉这局CDC来个U鬼是不是也不错 他们这样的话还能形成一个这种全球流的联动 就看CDC想打什么样的节奏了 他们想打快节奏的话就可以选狼人 想打慢节奏可以选U鬼 他们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这四手英雄打架已经非常厉害了 女王和先知的节奏是很快的 而且他们扫图能力非常强 是的有小强在 然后先知能随时支援 沉默还能远程支援一个大招 对 所以我前面说如果再来一个U鬼的话 可能这个瞬间开团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就是U鬼开大 然后沉默补大招 他的第一波切入非常的安全 我来想斯达拉克这个阵容 他拿一个什么盒 感觉只能选巨魔了呀 就是首先线上要能打三号位先知 对然后中期还能打对面这个阵容 对基本只有巨魔 搬掉的是小鱼人 嗯因为他们是一个三号位牛头嘛 是个近战 而且昨天AME小鱼人玩的比较好 他昨天是没死过 嗯 出装也挺有意思的 大引刀双刀 抗性就打对面的控制阵容 主要对面是三个肉盒吗 他出过那个大引刀也没什么问题 对 嗯 看cdk怎么搬人 感觉这里斯达拉克选择不多 除了巨魔还能有什么呢 小那家是被搬了 小那家跟他们阵容 配合还可以 狼人来了 那还是提速 对 就没理由去拖了的 对 那这样的话 cdc就是一个中期一波流了 狼人三级死灵书 然后先知任甲子愿 女王任甲子愿 两个任甲子愿 冲到脸上 一个狼人三级死灵书 就冲过来 斯达拉克根本看不懂 是 而且活女走中的话 他其实 就这种法系英雄 还是挺被小强给克制到的 对 这样的话 萨拉克选巨魔我觉得都不太不一定能行 巨魔感觉都顶不住 成型期 cdc成型的时候 很难靠一个英雄去补出来 对 而且巨魔打对面的盒不好发挥 一个女王有blink 然后先知是一个长手狼人跑那么快 巨魔开大招追不上人 对 要么选个斯温吧 我觉得 斯达拉克这局想赢 只能赢一手无解肥斯温了 我们这边给到了这个匹配数 第一是敌法师 前三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太偏刷了前三手 巨魔 他这一手要么就是巨魔 要么就是斯温 他前 如果是按照那个匹配度来算的话 就无限得往后拖 但是其实是拖不到那个时间的 他这把不能选大合 选大合肯定要被cdc中期打崩 因为首先你是一个倚若打强 天辉胜利41% 将近四六开 我觉得主要是斯达拉克这个前四手选的不是很好 是 他三手出了一个中单活女 中单活女打女王确实可能对线会好打一点 但是他这个英雄也太容易被针对了 其实现在打女王很多 很多队伍都会去选择一些 偏肉一点的英雄什么船长啊 龙骑士这种 对 反正他自己能线上控制自己比较肥 中期自己能带起节奏来 女王其实也就还好了 就是说明斯达拉克这个中单选手Fallin 还是想打凶的 他想堆现压制对面的女王 他不想让女王太肥起节奏 他想来带节奏 那就看一下这个打的怎么样吧 斯达拉克这中单确实在新生代 还算是一个比较比较厉害的选手 他绝活是TA嘛 但这把有女王在TA不好出 然后选了一个活女 也是一个现强英雄 对阵目前这个国服天梯第一小猫 还是挺有压力的其实 那肯定是有压力的 这个比赛是BO5 而且打的是CDEC 本身斯达拉克应该就是 自己心里也清楚 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 其实前面就说到了 就是XM他的女王 他点的也是非常自信的 上来是一手拿 不管你选什么英雄 反正我就这个位置是定死了 这是CDEC风格 他给XM选英雄就是一手拿 紫猫也是一手拿 就是他先选中单不怕针对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这样的话也会让他队友 就是三号位和一号位选的比较舒服 对 就是你可以来针对他 但是他的队友选的人就会舒服很多了 对 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就表达出 可能XM确实这个选手 他个人实力也是摆在那儿的嘛 是的 在国服这个环境打到天梯第一 确实是挺难的 就决者之前冲那个天梯第一 一度冲到这个9970 后来一路掉了500分 你就知道有多难了 啊中单这个解锁女王 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已经是薄金女王了 就看起来很帅 嗯 但是但是你看小小图标的话 其实真不太好看 这个离得看得近 但是他比VS帅啊 你看他飞 就是真飞起来了 他肯定是帅多了 红色质宝比较热情 蓝色质宝比较高冷 两种风格 XM可能比较喜欢高冷 30秒后战斗开始 但讲道理 如果能解锁这个的话 不觉得比其他的更酷炫一点吗 很多人想解锁解锁不了 对他解锁了 应该是可以选择两种款式的吧 那对啊 这边萨拉可以 也还可以啊 也是一个应该是个质宝活女吧 虽然说这个女王的质宝质量太高了 这个女王质宝一出 感觉别的质宝就就 索然无味了 这个活女质宝是出的非常早的质宝 对 所以跟后面的肯定没办法比 后面的这种特效都是越来越酷炫 对 他的这个攻击特效 大招都太帅了 比不了 活女只能通过实力取胜了 一级觉得还是光击阵用来毁刀 中路女王打活女 这个主要看选手打法啊 他是可以打成护穷的 也可以打成护肥 感觉活女应该是要跟女王护穷 肯定是护穷吧 对 他不可能让女王肥 这吧 就互相消耗呗 不 XM也很有经验啊 学了尖叫 那这样第一波远程兵的正反捕 还是女王收到了 这图标也变啊 太太酷了吧 你平时女王玩的不太多 对吧 我平时玩carry比较多 这段玩比较少 老年人卡不住兵啊 我说玩中路的低线总漏过去 上路沉没宝狼人 上路应该是没什么战士的 下路应该也还好 这个对线女王是求发育的 活女是求压制的 其实从这个技能消耗 还有弹道的这个长远来讲 还是女活女会更领先一点 对活女手长 是的 把萨拉克应该是线上能打出一个三路优的 就是只从对线来说的话 萨拉克这个三路线上都比对面要略为强一点 先知霍乱支援是 这个巨魔霍乱支援是非常强的组组 但CDC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齐嘛 反正还是看这个狼人带动节奏 他们主要就是打狼人节奏的 是的 然后女王先知可以找一些小节奏 活女跟女王 虽然前期对线上活女会有一点优势 但是从整体的这个两个英雄的容错率上面来讲 其实是活女还是逊色一些的 对 女王毕竟带的时候 说Blink有逃生 活女这个英雄呢 输出高 但是逃生能力比较一般 就是有点死不起 前期感觉活女可能杀五个人 中期死一次 这五个人就白杀了 而且这把阵容 其实萨拉克一些英雄 还是挺怕这个沉默术似的 你像Benny的大招 凤凰能不能变弹 包括巨魔能不能开大 这种比较关键的技能 都很怕沉默这个大招断 是的 所以说萨拉克这一局想赢的话 一定要尽量的打出现优 发挥出阵容线上的优势 其实萨拉克在上一次的DPL CDA连赛也是临门一脚 就打这个海选预选的时候 也是打到临门一脚了 对 这一次六支队伍出四支 还是挺有机会的吧 是的 两边酱油啊 都来抢日常四分钟中路钢三 开始钢三了 就哪边不来辅助 那就是哪边做的不对了 嗯 刷上了 女王控到了 不过这个服不太理想是个隐身服 嗯 两路杀掉了萨拉克两只信使沉默初是直接TP 哎呦烧不死 挺悬的 但是他没有回家 他是去了线上 哇 这么贪 他那个状态 血和蓝都没有了 他回到线上把仙草吃了 啊 回来顺势拉一波液 他吃大药加吃那个小进化 嗯 还是要尽量的让老人等级 最主要是一点他不想回家 就是觉得一会五分钟的服务 如果回家肯定 就会影响到吧还是 对 小强是学历机抽篮 来中路恶心这个火女 火女别恶心到了 没篮了 啊 下路这里先知落单是被击杀 那五分钟控服 小强是先去守着了 嗯 上路狼人补刀还是没什么压力的 而且AME有13个反补 是 沉默术是五分钟又去中路了 去中路补演 然后配合先知过来 女王 啊还好没死啊 这一波不然的话就比较伤了 差一点 对 如果死的话是很崩的 TP死 而且会被吸智力 女王要是留 有六级的话 应该就杀了 嗯 应该是AME上路说 他打这两个人没有压力了 直接解放了酱油去帮中 做了沟通 这狼人等级高 站塔下确实杀不了 回复能力太强了 牛头凤凰 这两个人没有到六 也没有爆发 女王吃隐身 下路再吃一个加速 而且他身上有大招的 对 这样的话 XM这个控服的节奏就非常的好 两个服都控到了 火女到现在为止 屏还没有做出来 其实火女这个对线已经是 就等于是没有压住女王 而且应该是被女王反压了 他这个反压呢 还是得益于CDC的辅助 去帮忙 帮的比较多吧 对 因为单从前五分钟看补刀上面来讲 火女还是稍微领先极客的 嗯 而且CDC两个编路的大哥呢 狼人和先知都是比较需要等级 来带动节奏的英雄 所以说这两个酱油很早就离开线上 主要是为了不吃大哥的经验 让大哥等级高一点 然后酱油中期跟着喝汤就好了 先知已经5级半了 狼人应该 狼人已经6了 狼人等级是比较高的 对 也是因为这个沉默 他一直就是拉拉野 然后去中路看一看 拉拉野去中路看 没怎么在线上吃经验 女王一个大招配合队友 直接是把火女给击杀了 狼人还在往前追 直接冲二塔吗 这么凶 来了 信使也要杀 霍卵职员被点死了吗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刚开了一个塔房 利用塔房把狼人的召唤物全清掉了 不然这霍卵职员也要死 女王吃大药 这一波是AME的狼人一级死灵叔 直接选择来中路帮忙 很早地打了一波节奏 效果也不错 杀掉了火女 其实火女如果线上没有打出优势来的话 也挺尴尬的 对 本来这个英雄还是需要利用限优 去带动这个节奏的 双倍狐狈被吃 女王B过来 但他的队友来得非常及时 对 虽然没有杀到火女 但这个火女很难受 很难受 技能用完了 然后没杀到人 女王到现在为止空了三个神 几乎都被他空了 这把萨拉克要靠这个牛头站出来了 巨魔是选择出狂战的 要刷的 主要是牛头这一局打狼人 也不是很肥 这把牛头凤凰这一路 其实线上是有一些机会 去完成一些击杀的 因为对面的优势路 是两个无控英雄 牛头凤凰找机会动手的话 只要机会好 另外一个人都是帮不到的 而且很多时候 陈魔术都不在 所以说这个烈士路 其实感觉对线应该打得更好一点的 史达拉克 CDC的优势路没有感到什么压力 然后都来帮中路 只有下路先知死了一次 不过也无所谓 厚乱支援 这位置太靠前了呀 这个动手是很难能够得手 还是挺勉强的 很勉强 对 史达拉克现在只能是 首先要保证无解肥 巨魔发育不能断 然后要等牛头出山戴节奏 因为陈魔术是倒六之后呢 对霍乱支援拉大 都是有一个断的效果 所以想靠Benny戴节奏 不太现实 他们还是得靠这个小牛 对 10分钟的赏金服下路 巨魔是抢服了 框住不让他走 对 这个框很漂亮 它是个风路框 你单靠一个补刀斧吃不开的 而且女王在往这边赶啊 女王离得有一点远 快到了快到了 甩大哇 这个伤害判断很准啊 那这样巨魔TP死很伤 一会活了还得走 对 刚说萨拉克这一局想赢的话 这个无解肥巨魔不能断节奏 但这一波巨魔单吃赏金服 还是稍微的有点 放松警惕了呀 周围一个将都没有 一个人去吃赏金服 这样萨拉克这个局面就比较被动了 这狼人马上三击输了 狼人三击输那一波 萨拉克是挡不住的 是肯定挡不住的 狼人三击输第一波太强了 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夜眼上塔已被摧毁 周路给凤凰补一下等级 后来这边吃输到六 那也只能打一打反手 打先手的话 沉没术是应该会断 这里把 应该输还是要给沉没 小强已经六了 这小强是吃了输到六的吗 没有注意 也有可能小强吃了输 因为前期 CDC的将有等级比较低 他们两个辅助 没怎么在线上站着 对 而且夜眼在这个时间 取得优势之后 是把塞拉克的野区视野给点亮了 这样一会他们自己核心在补的时候 还有可能会被小强加这个什么先知 突然之间就传过来 杀掉了 这里已经找到一个人了 先知刷大家传送 女王TP瞬间三人到场 牛头 小强 詹姆斯这都不动手 这么稳 好能忍啊 可以动啊 其实 哎这有真言 对 牛头是有技能的 一个板直接秒了小强 这个还是沉默术是没有到六 输给了小强 刚才小强其实那个位置 早点动是可以动的吧 对可以A刺的 他A刺到之后 女王应该也支援过来了 女王先知都到了 刃甲女王 这把如果女王和先知双刃甲的话 这个活女团战是很难玩的 这个刃甲这局特别好用 天辉几乎都是脆皮 是的 狼人已经三级输就位了 准备启动了 现在才12分钟的三级输 那可太强势了 哦这是一个团队装闲置啊 嗯帮可能天辉的魔法爆发有点高 出点什么笛子之类的吧 对 他帮团队出笛子 那这样的话 CDC应该就是想好了中期平推的 就是狼人强势期打几波 然后直接就平推了 来了 看到一只鸡 啊目标中塔 直接冲 这个就被尖刺外格弹了一下 直接点死了 对 这波杀人不是关键啊 关键是要逼塔 他们想杀人的话呢 其实看到信使可以冲主野去杀人 能杀到核心 但是CDC觉得这个时候杀核心都没有推塔重要 是的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先杀人再推塔 哎这波沉默大放得也太晚了 这都已经被冻了那么久了 对啊 他可能是没看这边小强一开始可能也没喊 按理说这个这个职业队的沟通应该是没有沟通的 喊一声救队马上按大对吧 不然他也不会喊救的 收到这个沟通 嗯 昨天去那个ehome采访 然后我在 我们又准备开始采访了嘛 就是让他们选手声音小一点 然后心情带着耳机 他说别采访我 他都已经去了 不要采访我 我不介绍才 我比开了比赛开了 然后我说不是跟你说开了 让你让你别说话了 他说我不采访我不采访 然后他们领队就 这就是ehome的沟通 这里下路又是一波反打 因为这一波活女没有大招 所以伤害不足以杀女王 然后女王甩了一个大 女王这个时间刃甲也已经有了 嗯 已经进入了CDC的强势期了 对 小强S三下刺到巨魔 但这两个将游输出应该不够 没有核心在的话是动不了巨魔的 对 这个时候其实巨魔不用来逼他 他还是要保证自己无解肥的 这把SILAK想赢的话必须靠巨魔了 这个活女已经是节奏比较差了 先知笛子 那就是等狼人下一波死灵数大招的CD 选择笛子之后补子愿 其实如果是这样出装的话 他可以直接考虑出祭品大勋章的 就是打中期那一波 15分钟的服 这女王是开了刃甲 啊霍卵之缘交大 巨魔直接放大 双大输出 你把三个大 小游也交大了 这个版还要留先知 算上霍卵之缘是四个大 四个大强杀了XM 这先知也要死 这一波的话 SILAK这个位置人比较多 CDC的人比较散 他是分开来吃福的 对而且 SILAK这边他们其实 控制一开始就说了 就还是比较足的 对 然后沉默术士的大招呢 没CD好 这会儿刚刚才好 狼人在等小强 来了 招一波狼 这个位置还是没有动手 离二塔太近了 这一波女王复活之后 CDC应该是要进攻的 因为对面大招全交了 对面上一波 杀女王用了四个大招 这段时间是 SILAK一个小镇空漆 蓝人还是站对面 主野区刷钱 而且有死灵树在 对面是不可能有视野的 所以说SILAK这个主野区 基本上进不去了 天灰军团全面加固 狼人这里启动了 听到声音了 找的是谁 反正找到谁就是谁 没留住 没留住 这波他的主要目的呢 还是推塔 因为他是在对方开了塔房之后 然后塔房消失之前 选择开大 那这样的话 如果SILAK想守塔的人 就都要死 你不守的话 这个塔肯定要掉 因为没有塔房了 所以可以看到 AM1前两波大 都是为了去推塔的 杀人不是很关键 现在杀人 其实经济收益 也不是很高 对 杀人属于小节奏 推塔才是大节奏 活女在狼人 有三级死灵树的情况下 出了个引刀 这里女王是逼到巨魔脸上 直接一个大招 先知传过来 这波小强反包围 刺他 直接刺 他比较巨魔被带走 这还是CDC这个阵容的机动性比较高 对 巨魔想开大杀 逼到脸上的女王 那个伤害还是没有那么高 毕竟只有一个狂战斧 巨魔这两波落单被杀还是挺伤的 一波下落自己吃福 然后一波这里想单杀对面的女王 我才注意到他们这局牛其实经济好好啊 对 烈士路猛男 牛头目前还没有死过 而且他BKB也已经有一个斧子了 对 他这把需要早点出一个BKB 不然对面有三级死灵树的情况下 他这个跳大很有可能自己会被弹得很伤 有了BKB才比较好放技能 包括对面有个沉魔术 在这里引刀火女被发现 其实火女我觉得这个局势出引刀真的不是很好 引刀对于火女来说应该是一个优势局面的压制装备 他们现在是一个劣势局面 火女应该出点保命装 我觉得甚至 可能就是吹风BKBA杖这一套会好一点 对 一方面他也要考虑到有沉默的时候 他这个时间该怎么度过嘛 有了吹风可能就能稍微缓一下 这把火女的节奏是非常差的 其实牛头和巨魔还可以 是 他们的经济保持的也是比较的好的 先知考虑了一下还是出了一个刃甲 这波萨拉开悟 但是沉默数是有大的 女王又被看到了 加速服务 拉大 交大 沉默 对 直接断了 这样班尼要死 然后在矿路里边的牛 牛想TP 小强 允星锤 允星锤是做出来了 是的 那这样就 都要死了 对 这个没办法 就沉默数是有大的情况下 萨拉克基本上就没法干渴 这个确实有点没办法 他杀人只能靠技能combo 大哥被动手一秒钟喊一个大 而且大了以后就能打反手 结果狼人接是开了变身 想杀巨魔加凤凰 先找的还是这个巨魔 死灵书留一下 巨魔没办法 只能跑啊 跑不了呀 很难跑 补刀斧开一下 最后大招开不开呢 队友来了 看能不能救一下 睡了一下召唤物 救到了救到了 狼人还是没有冲高地啊 比较理智吧 对 这位置比较深 引到活女这里晕两个 漂亮 这波沉默是没 但是一个可 这个 弹了活女大 再反手一个允星锤 活女自己被点死 有点尴尬 很尴尬 凤凰变弹 他们其实可 反一下护弹 那就撤呗 对 先知开刃甲 先知被留 但先知很肉 笛子刃甲打不动 是的 直接反流凤凰 凤凰递走 光机正很漂亮 但是很可惜 大招甩上去的时候被弹了 对 先甩大可能会比较好 这段时间CBC可以找一波有死灵书的时候把柔杉盾控 这个时候他们在场面上优势已经很大了 可能只需要等一个沉默大招就可以去控盾了 沉默大招其实快了 女王在这个时间也是补到了紫苑 CBC在这段时间的压制还是很强的 这波开悟 但沉默大招赚好了 而且这个悟好像是在眼下开的 一眼军团正在扫描了一下 在沉默大的时候呢 甚至可以明知对方开悟去迈一下 用来勾引对方先手 这样自己可以打反先手 就是开了悟 也还是找不到人 也没法去找人 对 不能在太深入的位置动手 是的 这波CBC开悟了 先知是船上去把上路的兵线给处理一下 中路火女露头 这有真眼 发现了班尼女王打了一套 但小强的目标 火女被发现了 还是火女 穿刺接雨昕锤 没了 正面先知船的位置有点靠前 传到巨魔脸上 被巨魔开打直接撸死了 沉默的大招 这波还是能输出的 女王一个大 把小牛是吼高抬上了 对 小牛上去了 而且中了一个沉默 说的静默组的地铲下不来 给了一个板 断了一手狼人咬蛋 凤凰蛋把狼人晕住 牛头一个一加大招 效果不错 狼人残血 跑了 对 中了骨灰 凤凰再递过来追狼人大招 结束 想拼凤凰 一丝血还是被烫死了 对 然后自己想TP走 走掉 最终跑掉一个凤凰 这波牛头 其实控制拉的 已经是很满了 非常不错了 对 他用板去断狼人 护这个凤凰的蛋 然后用大招去留他 打出伤害 但这波火女是 白给了呀 火女是被先抓死了 没有放出任何技能 是吧 其实火女 打的好一点 感觉萨拉克还是有点机会 火女这个点被关了有点 而且引刀其实出的挺 挺不好的 对面有三级输 那么早12分钟三级输 你说你一个引刀 想要去偷人的话也挺难偷到的 对没什么作用这一把 嗯巨魔 感觉还是要早点出bkb啊 感觉先双刀再bkb 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这把火女 指望不上呀 就只能靠巨魔和牛头两兄弟了 再开一波 这两天cdc是比较强势的 这个入口是有萨拉克真假眼 高台看到了小强 直接是打了个先手板加跳翼 但是被咳了 再反刺一下紫苑给上 对 这样的话牛头被反杀 这一波动手显得有点随意了 他真假眼看到了小强 他误以为小强是一个人 是的没想到他们是开屋一队人 这队友开悟在后面蹲着 他只以为小强是来打信息的 狼人直接变身 又看到了这个火女 想直接上 又被留了 对 在3G死灵术面前 这个火女 一点办法都没有 毫无操作空间啊 这样中路杀完人之后 顺势可以把中二塔推掉 嗯 推到中二塔还可以去空盾 是 对吧 应该是没什么悬念了 上高吗要直接 开了笛子应该想磨一波 对面少三个人 而且首塔的关键英雄 火女和牛头都不在 哎 这女王直接上了 呃 不用太凶 打了个塔房出来 那这样可以走了 可以去 控一下盾 对 萨拉克开悟出来 看CDC的人 会不会落单吧 可能想抓一下吧 嗯 但是沉默有大招 大招已经赚好了 老人直接做出强席 上路还有两个外塔 看小强的位置 这波上路感觉萨拉克 想打一波啊 但是感觉比较难 小强隐身破雾 看到牛头的位置了 直接动吗 也看到了凤凰 紫园凤凰直接动 小牛也被刺到了 对 他A的是凤凰 刺的是牛头 女王甩一大 凤凰变弹 挡了一下 弹影响不大 这个弹还是要碎的 对 弹是变在了五个人脸上 而且沉默是交大 掩护了一下 这样凤凰阵亡 但是牛头有大 沉默没大 这个牛躲得非常靠里头 对 有没有一波爆炸 小狼去找他了 哎 找到了牛头 很关键 完了 牛头被抓了 这个小狼 他非常机智地 去树林里面找人了 对 这里牛头一倒 萨拉克 直接溃败 又冲上了高地 这波是没有塔房了 这波刚开了个塔房 掉了一塔 又刷了个塔房 但是塔房又开过了 对 现在没有了 天灰上塔正受到攻击 那这一波打完 感觉应该是可以直接 宣告比赛结束了 这两个队伍其实 本身实际就有一定差距 加上这一把萨拉克中单火女 是被CDC针对的 这样我来帮的很早 女王控了三个神服 加上火女自己的这个 节奏和出装也不太好 还是就是火女这种中单在比赛中是比较难赢的 不是一个很容易驾驭的英雄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 火女虽然线上强势 但是还是出场少 对 拿出来线上强也没用 赢不了 开悟出去 还是想肉山团拼一波吗 现在装备落后太多了呀 装备差距太大了 但这个时间CDC是技能CD的 嗯 这是他们的一波机会 对 我肉肉上去打完了 太慢了来的 小强是低迫破物 然后直接反对人顶着可往前走 诶刺扣 没刺扣刺扣剔魔 吹风好像躲了火女大招 还真躲了 然后火女也要被点死了 凤凰这个蛋 女王和先知一起点掉 小牛一个大招 效果还行 但是没有什么用 对我已经死了 画面很华丽 就打了这么多个人 但并没有什么用 直接击击 同期CDC还是比较顺利的拿他强比赛 没有太多的意外 这一局呢 应该说CDC从BP上面来讲 就做得比较到位吧 对 BP拿出来之后 就一致都觉得可能就是他们比较好打了 对 他们这首沉默其实点得比较早 然后呢 在CDC有沉默术士加小强的情况下 萨拉克还是选了四个法师英雄 这四个法师英雄 其实都是被沉默跟小强克制的 对 然后呢 这一首狼人点得也非常的舒服 到最后他们 就是他们虽然说 萨拉克是一个实选 但是他们后面已经 就是最后这一首选人 已经没有办法去 挽救前面阵容的劣势了 他也是不得已选一个巨魔战将 因为只有这个英雄可能打先知对线 会打出一点优势 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局在BP上面CDC 就取得了一个优势 他们在兑现的时候 先知这条线确实是被巨魔 打得稍微的有点裂了 但是没什么用 一个五解肥的巨魔 他很难把这个场面给hold住 对 而且巨魔这一把呢 没有能够保持五解肥 他中间还是死过两波的 想要去控服的时候 是被抓了一波 是的 还有一波是女王避到巨魔脸上 巨魔想开大把女王直接拼死 但是也没有成功 那波也被杀了 还是因为阵容的问题吗 就你的队友很难到这个位置来支援你 但是夜演这边先知很快就传过来了 小强也来得很快 对 这一把在中单活女被针对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狂战巨魔 他如果说想带队友赢的话 他就是一次都不能死 不然的话这把就比较难 是的 那所以在下局的话 我觉得斯大拉克他们可能还是得 在阵容上面去做一些调整 其实这局我觉得 像小牛这个点他也是的 他其实前期很肥 然后他前期是经济排在第三还是第四了 对 因为他线上其实很早沉默去帮中 他兑现一个狼人 兑现其实没有什么压力的 对 然后中期牛头做的其实也算是比较不错了 基本发挥出了三号米牛的一个 控制跟伤害的效果 但是就是 这把他两个大哥是没法 主要是活女这个点被断的太厉害了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去跟着他 把这个局面打开 光靠他一个人比较难 对 而且有一波他跟班尼进野去开悟的那波进攻 也是被对面沉默大招给打了一个反手 所以就这总体来说 这个阵容选出来 CDC加上本身又是实力领先的 只要他们不失误的话 是很难输这个比赛的 所以第二局感觉还是 萨拉克这里 首先阵容选的要好一点 至少不能太烈 对 但是呢 你看CDC其实他有做了准备 他第一局的BP 他是很针对这个三号位的 他不会给你选到这种 像兽王马尔斯人马这种 线上强 然后中期节奏比较强的英雄 他只会放给你一些 比这种T级别的三号位 稍微弱一挡的 对 牛头呢就比他们要弱一挡 他不能像兽王跟马尔斯那样 打出强势现场之后呢 中期来主动带队来打 所以说就感觉有一点 有点难 萨拉克还要想想办法 我觉得就是中路 可能下局得来一个 更扎实点的英雄吧 因为这局也是 活女也被对面 一方面是自己 可能出装上面 也需要再思考一下 还有方面也确确实实是被 两个辅助给针对到了 对 其实这一局在CDC 一手女王 二手沉默的情况下 龙骑士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龙骑士对线好打女王 不怕沉默术士 不知道为什么 萨拉克就是不选 就想 感觉是想选一个活女 证明自己啊 还是被这个残酷的现实给击垮了 第二把我觉得 他中单这个位置啊 要么选一个容错率比较高的英雄 要么选绝活圣堂 这把活女已经证明了 不可用了 一港八 一八二 对 被针对了 但他这一局整体数据都不太好 大家 是的 这把 其实对线期过后呢 CDC几波狼人变身推进节奏 就可以看到这个局势掌控在CDC手里的 全场唯一一个没死过竟然是这个沉默术士 经济曲线 胜率 应该都 算是有点一面倒了 对 中期就逐渐趋向于CDC了 在中期 除了几波CDC的进攻 然后对方利用塔防和牛头的反手 打过几波反击之外呢 史达拉克这里 基本上就没有 没有什么去主动把握机会的能力 主动拳永远掌控在CDC手里 我想打就打想刷就刷 这局的MVP是给到了狼人 对 这把狼人就是选出来就很好发挥 因为他是倒数第二首选的狼人 然后当时对面四个英雄 除了一个三号位牛头有AOE之外 中单活女 四号位凤凰 五号位班尼 都打不了狼人 所以这个狼人点的太舒服了 最后一首 史达拉克是办了一个小鱼人 小鱼人其实 但是这把也比较好发挥 因为他有个沉默术士能保他 就是还是感觉 史达拉克他前四首阵容选完之后 后面就太难转了 就是CDC无论选小鱼还是选狼人 可能都比较好打 那他这边是无论选剧魔还是选什么 都不太好打 所调资格 nhưng 邻子 是